简报30页这个呢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平常大部分大家在用翻译工具 我想最简单最单纯的 很多人就是用什么Google翻译 可是老师在用Google翻译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样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有没有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 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AI的工具 不可否认的 绝大多数都是先有什么 英文的版本 好那对岸的可能就是简体嘛 对不对 那不管怎样 英文版本的总是相对比较多 那这个常常成为我们在使用 或接触这些AI工具的时候的一个障碍 那你用Google翻译 第一个 它虽然帮你翻成中文了 可是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翻起来怪怪的 对不对 那你又得再倒回去 让它显示原文 可是显示原文你又看不到你想看的中文的部分 老是在那边切来切去的非常不方便 那前两个月呢 我看到这个真的很不错 当然现在也有一个跟它类似的 甚至就是它这个扩充工具面原本付费的功能在那边 现在刚推出来是免费的 但是我没有在装 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还满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我就先以这个为主 那么您如果呢 点到下面这个是我的教学文章 好 那您呢 可以直接从上面这里 直接进到官方网站 我们请大家先把它装起来 那待会我们后面 也用到一些那个英文的服务的时候呢 您就可以很方便 不管是学生或老师 在学习这种多国语言的内容的时候 就会更加容易 那它几乎涵盖了 主流的所有的这些浏览器的扩充工具 当然这里也有手机上的 不过手机上我就比较不那么建议大家去安装 比较麻烦 我们在电脑上来用就好 那老师呢 就看您是哪一个浏览器 Edge的就装Edge的 那火炉就装火炉的 如果你是Mac 你就可以考虑装Safari 都可以 好 那么您安装之后 我先把我的线移除好了 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过程 好 我先把它移除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咯 在这边 你把它按一下 那就按加到Chrome就好了 好 那就要新增 那你新增完成之后呢 还有三个步骤 要请你做 这跟一般的那个扩充工具 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OK咯 但是这样就有了 好 那你有了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 他请你先设定你的母语 好 那我们这边当然就选择 繁体中文 没有问题 好 进来了 第二个 他想要请你帮他 丁选在上面 那如果你是那个 Edge的 这个图有点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用的Chrome的话呢 他上面 就是像那个拼图那样 按一下 这里有一个 有没有 一个图钉 所以您就把它钉选一下 他就帮你放烟火了 这样你的 这个任务 第二个就完成了 好 第三个 你会发现 你安装完成之后 在我们的右手边 会多的这一颗 粉红色的 那第三个任务 他请你先试着翻译看看 你就把它按下去 他跟Google翻译 最大的不同 他是逐段翻译 所以你看 一个标题 一个翻译 一个 一个 有没有 一段就一个 一段就一个 所以他不是完全覆盖掉的 这样子我们在 比对的时候 相对会比较容易 这样老师大概理解了 那么这一颗呢 你可以移动 因为有时候会不小心 挡到我们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稍微 把它移动一下 如果呢 您有做翻译 这里就会有像这样 绿色的勾勾 表示这一页 你有做翻译的 那我怎么知道 他翻的是 哪一个收信 对不对 所以你滑过去之后 你可以移到这个齿轮 我们进到设定这边 好 你可以看到 他预设是使用病 就是微软的服务 好 那如果你想要改用Google 你可以改 好 那下面这几个呢 还有 有没有 还有几个是免费的 如果你是用AI的功能 帮你翻的 那这个就是付费的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到他 我就用Google翻译 好 改变一下 好 那这个呢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装完之后 就是多做刚刚这个 这几个动作 这样就OK 好 那 这个扩充工具呢 大概提供几个功能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他针对您的页面内容 好 可能您是BBC的新闻啊 之类的 我就可以像这样 整页的 逐段的翻译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您也可以让他 把你这个看的影片 比如说YouTube啦 或者是BBC的 还是一些 那个您追剧的 他支援的网站大概七十几个 七八十个 好 只要有字幕的 他都可以让你 变成双字幕 好 那甚至呢 你也可以只针对什么 只针对您看这边 如果我只想要 比如说这一段 我就先不要翻译了 好 那我只想针对我 比如说第四段 我比较不懂 我可以在这边 把这个启用一下 滑鼠指标 滑过的时候 有没有 搭配一个快速键 预设是Ctrl 我把这个功能打开 那 现在呢 我就不用整页都翻译 我滑过来 Ctrl键 您看一下我这边 我把这个快速键打开 Ctrl键按着 有没有这一段就翻 对不对 我滑过来 Ctrl键按着 滑过来 Ctrl键按着 他就翻那一段 这样也可以 好 所以呢 他的使用 还算蛮有弹性的 OK 好 那 这个工具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完了 您现在呢 就可以帮我打开简报 三十一页的 我们 Meta推出来的动画工具 这里有两种 我们三十一跟三十二页都有 好 你看我把它打开了 打开它 好 先接受下面的 这个 好 一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 这个 长得像这样 你按下 Try Now 马上测试一下 好 接受它的 提议 糟糕 进来是不是都英文的 不要客气 就把这一颗按下去 你来看看 有没有发现 跟我们用Google翻译最大的不同 Google翻译直接全部变中文 可是这里不是 它是在原本的上面加上中文 这样有没有感觉 看得比较懂一点 老师有觉得这样好用吧 有好用的帮我拍拍手 真的不错啦 因为这个确实 比用Google翻译 来的好用多了 那你可以随时再去切换 好 而且呢 它的相容性会比较高 因为我有发现 有些网站 你用Google翻译之后 糟糕 功能反而有问题 反而不能用哦 好 那这个呢 目前相对这样的机会 比较少很多 好 那你看 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 就是涂鸦的 诶 像这个 第一个工具 我们介绍这个 就很适合 从幼稚园 国小啦 这个阶段的 诶 他们会涂鸦 对不对 他们有很好的 这个 纸笔的能力 然后呢 他就可以把他的图 扫描一下 好 老师呢 这边他有 提供三个范例 那您可以先挑一个 如果你手边没有的 或者你会画那个 火柴人的 对不对 也可以啊 让他变动画啊 点了他 你就可以下一步 他就先帮你扫描一下 那这个扫描的过程呢 其实就在确认 因为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画图过程里面 有可能 同一个画作里面有 两个三个人物 好 所以呢 他就是让你先把 一个人物的范围 先把它怎么样 先确认好 确定说 这里面 只会有一个人物 这样子 好 那通常我会建议大家 最好的一个 弧的处理方式 就是尽量让他的手跟脚 像这样分开的 就是不要粘在一起 比如说 你手抱在这里 这样子的效果就比较差 因为他就分不开来 好 那你看我们下一步 接着他就帮你做去背 因为有的会有一些背景 那在去背的过程里面 有可能有些去的 不是那么好的 那你就可以搭配 我们下面这里 你看有笔刷 他去的不好的 你可以用橡皮擦 把它擦掉 比如说这里 我选一个适当的笔刷大小 我来这边擦一擦 有没有 你就可以来这边 把做的比较不好的 把它擦掉 好 那如果万一 他没有 处理到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 再把它補进去 因为多多少少 都有机会用到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下一步了 接下来 他就把骨架 帮你架上去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有没有对好 以人来讲 我们主要就是对到什么 就对到关节的地方 所以像这个 我就可以稍微拉一下 关节的地方 把它对好 像有时候会像这样 就是因为他 有中文之后 这个字 对不对 会变得比较长一点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样会稍微跳一下 你也可以暂时先把我们的翻例先关掉 这样就可以避免你的画面呢 会有点跳动的那个问题 好 一样上面这个眼睛 对不对 耳朵都对好 关节都对好 没问题了 你就可以下一步 这样动画就准备好了 这样动画就准备好了 你看 这样就有了 有没有 他总共有这么多的动画效果 点下去 就完成了 所以呢 当他们看到 他的涂鸦 可以这么容易的就变成动画 其实是蛮有 出现错误 你看像这个 有没有 像这个有粘在一起 就是要注意一下 粘在一起的 那个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不用 不用上传 我就 挑选一个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那重点来了 如果老师想要把 做好的动画 把它保留下来 要怎么做 按右键没有用哦 按右键定存 它是存网页哦 你要怎么样呢 请你把它 在这里 放到最大 放到最大 它就会把它 做的那段影片 秀出来 您在这里 按滑鼠右键 才有用哦 你看 另存影片 有没有 这个 将影片另存 为什么 你就会下载 它的这一段 NP4的格式 就在这里 这样你的影片 就可以保留下来的 所以它的这个 真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好 这是第一个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 Meta 它 在这个网站里面 它总共 我记得是 好像五个 还六个 实验性的工具 那这是其中一个 最早退出的 好 老师 对第一个 涂鸦工具 有没有什么问题 效果蛮不错的 但是记得 就是尽量 它是分开的 那 接下来我们看看 第二个 第二个 一样 您可以从这边 这个就是针对 影片的特效 其实这个 在我们 做那个 蓝绿幕那种 具备 也很 很有帮助 因为呢 免蓝绿幕 就可以做 像这样的效果 非常的不错 那 一样 您可以从这个地方 进到它的那个 就是实验性的工具 这边 网站这个进来 好 进来之后啊 其实您可以看到 一 二 三 四 它目前总共 四个 那 呃 刚刚我们玩的 就是这个 Animated Drawing 那 待会玩的是 这一个 可是呢 其实它还有两个 一个叫做 无缝的 这个 就是翻译 还有一个 叫做 Audio Bus 体验什么 刚刚有位老师说 要配音 有没有 这个 就是类似的 只是呢 目前 这个 无缝的 这个翻译 还有右手边 这个 配音 它目前 因为只支援英文 不支援繁体中文 所以我平常上课 就比较少去介绍它 不然的话呢 其实如果老师 您是 呃 它里面所支援的语言 比如说像我们 左手边这一个 哎 你讲什么话 比如说你讲英文 我要把它转成法文 哎 就可以 你只要跟它讲过了 它就可以 帮你 用你的声音 讲出法文来 哈哈 哦 就像这样子 那 AudioBuds呢 就好像是一个录音机的工具 你可以请AI 帮你 练出来 然后呢 你里面还可以加上什么 音效啦 比如说在这里 我还有一个那个瀑布的声音 你就跟他讲 他就帮你产生一个瀑布的 那个 音效出来 那你就可以再 录你自己本身的声音 有点在像讲故事一样 好 所以 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 老师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先再玩玩看 那我们先 针对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 就是视讯的特效 好 你看我把它点到它 好 点进来之后 一样 先同意一下 好 按下 try now 好 接受 好 这个今天多了一个tips 就是那个小技巧 好 那个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略过就好了 关闭 你会看到他一进来 会帮你准备一个这个足球的 来我们先看看老师 您都找到了吗 有没有 如果 有的 您帮我按个8 我就知道您都已经进到这里面来 哦 好 这个是在我们简报的第32页 32页 那么如果你不喜欢这个demo的 没关系 在左下角这里 左下角这边 其实你还可以 换很多 他帮我们准备好的影片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段影片里面 我们先播放一下 您看看 踢足球 看起来没有什么 对不对 好 重点来了 这个 如果你想要的是这个人 或这个足球 你就在这个物件上点他一下 好 有没有 他有没有帮你选到他的 那 预设的 现在这个是什么颜色 没关系 比如说我的头我也要 这点一下 有没有 他就把你抓到了 如果连足球都要 你就再帮他点一下 那 同一个颜色 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 他被当作是 待会抓出来的同一个物件 假设你球 是要跟人分开的 你就可以在下面这边 再增加第二个 第三个 因为有时候可能 这边有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一只狗 那我可能 狗跟人 我要不同的特效 你就可以给他 不一样的颜色 就是从这边增加物件 好 那我们现在 挑好了之后 万一如果你挑错了 你可以用这个移除 就把弄错的 把它清除掉 好 那我们看看 他就请我们做追踪 老师一样 这个页面 如果你觉得 看起来 不是那么好看的 翻你工具 按下去 有没有感觉 看得比较懂 对不对 这个工具 好用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看得到原文 好 那我就按追踪 你看哦 接下来 他就开始帮我 把这个人的动作 把它追踪起来 追踪好了 追踪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 怎么样 开始加特效了 来 你看 我们把它先停止 好 下一步 现在呢 你就可以针对 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选择的部分 一个是没有选到的部分 好 所以你看我们左手边这里 左手边 有没有 这个是针对选到部分 你可以做的特效 然后呢 背景就是我们没有选到的地方 你可以做的特效 比如说 来 我们看一下 我先针对现在选到的 你看 现在他 这一个 我们有叠一个蓝色的在上面 这叫做 overlay 就覆盖一个颜色在上面 可是老师很重要的 你看到上面这里 有没有 有两个数字 你现在套用的这个 是八个特效里面的 第一个 所以如果你不满意这个 你就再按一下滑鼠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老师有没有发现 变不一样的 有没有 七 八 有没有把人 拿掉了 你可以play看看 因为我们现在你要追踪到这么细的 其实大部分都要用视讯特效软体 你如果是用像威力导演啊 或者像简映 它都只能追踪比较简单的 因为那个不是一般视讯处理软体要做的事情 好 那像这样子就可以 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你要它显示原来的 你看我按一下 有没有 原本的就出现了 你也可以把它擦除 你看我用擦除的 按一下 按一下 一样的 老师要注意一下 这里有三种擦除 第一种白色的 第二种黑色的 第三种 有没有绿幕 对不对 我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不是要擦除人 而是要把背景擦除 我们就找下面的 把背景干掉 你看 老师拿这个影片 待会拿出去 你就可以拿到 包括威力导演啊 或者其他的软体 影片出的软体 就可以把绿幕去掉 人就拿出来了 所以它这种就是 很方便的帮我们做什么 蓝绿幕的这种效果 好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先让它恢复原来的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背景像素化 有没有 背景模糊嘛 好 这样也可以 或者呢 你要像 把它变成黑白的 它这里面有很多种效果 或者你要变模糊的 是不是都OK 然后呢 人的部分呢 除了刚刚那几种 你还可以把人 做像这样的效果 有没有 我们play看看哦 它真的就会像 你刚刚看到的demo一样 它会追踪它 其实我们要做特效软体 用这样做 也是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现在 有了这个都变成简单 你看 也可以变这样 所以你要追踪 某一个人的时候 用了它 就变得很容易 你完全不需要 透过所谓的 视讯特效软体来做 就可以做到了 这样效果还不错吧 好 那如果你确定OK 你就可以下一步 就可以把它 直接下载一下来 或是 你的影片 放在上面 我直接分享 连结给你就好了 你也不用 再传到YouTube去了 它就可以进来看 那当然 未来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 所以它这里是允许你 上传你的档案 最大70Mb 那70Mb概念大概是 如果您是1920x1080 差不多就是 应该是10到20秒左右的时间 那如果您的 那个解析度小一点 1到1280x720 可能70Mb大概可以 30分钟到1分钟左右 所以 有点类似我们 现在的叫做短影音 你就是 简短的 我就可以把重点抓到了 所以这个呢 是 最近看到一个 很不错的 这种 制作 特效的 这种 AI的工具 这样OK吗 所以 刚刚老师提到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用这个做 真的 不用软体 就可以玩了 效果 蛮不错的 好 请问这样老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老师 Lily老师说 网路一直跳出去 有 有 有 我们今天 Meet有录影 那我这边也会录影 我会再整理一下 对 对 我们 那个影片的连结 放在简报的第一页 没问题的